晚清三劫 曾国藩 左宗棠 彭玉玲全传 作者 徐哲深 第五二回 师达开飘然隐去 周天寿率尔求援 欧阳禀君停下话头 便去低声地问着彭玉玲道 我在湖北的时候 没有一天不听见那个红孩儿的声明 雪晴惊轻 你倒说说看 此人可有什么真实本领 彭雪晴应见曾国藩宁神一致地在看书信 不便高声说话 便将欧阳禀君的衣袖一拉 二人同到窗前 伏在栏杆之上 彭雪晴方才打着欧阳禀君的说话道 陈国锐的历史 我却支支最深 他在十二岁的时候 就被长毛掳去 年纪虽小 却具一种天生的神勇 每逢出战 不管胜仗也好 败仗也好 非得一口气手刃几十个人 方能过瘾 当时的一般老百姓 个个说他杀心转世 只要一见了他的旗号 连小儿都不敢夜哭 后来忽被黄开榜总镇所得 认为义子 那时他的年纪 还只一十四岁 平日洗着红色衣服 一出打仗 在那战阵之间 尺突冲越 游同一团火球一般 因此 贼中 替他起了一个红孩的绰号 无人不必起风 侍直僧王攻打白莲池不克 正在无计可施之际 黄开榜总镇就把国瑞宝举上去 孙王本以久闻其名的 一见大喜 命他去打白莲池的头镇 因为白莲池的地方 本是山东年匪的老巢 连言斗绝 仅有一境可通 当时国瑞集帅手下接二五十人 成那黑夜 从山后最险峻之处 暗暗地攀腾爬石而上 不到四更天气 夜已窜到贼人的老巢后面 那时 贼人因为击败了僧王 娇气正盛 又直深夜 都在熟睡的时候 国瑞便出其不意 放起一把野火 贼人不知道了多少官兵 顿时打乱 然也有几个汉贼 持了快枪 瞄准国瑞就放 岂之国瑞皎洁如同猿猴 直至子弹近身 方是一跃而起 离地数尺 能将子弹一一避过 有时子弹飞过他的夹边 他只骂声入娘贼 这火热的家伙 倘若一只老子的皮肉 倒也有些麻烦 可是子弹仿佛也会怕他 从来没有一次打着他身上的 即将白莲池一战 孙王非常高兴 便辅着国瑞的背脊 大赞他道 咱统十万大兵 费十六月 不能克辞 你这小小孩子 竟能一晚上的功夫 灭此老巢 真是咱们的大帅了 于是陈大帅之名 波诸天下 国瑞也能奋发天性力报僧王 去年因被佐基高调到浙江 为属畜州总兵 所以 孙王与英人开战 每次失利 倘若国瑞还在孙王手下 大孤口的一意 胜败正未可知也 彭玉玲说到此地 曾国藩已将那信看完 便问彭玉玲和欧阳炳君二人道 你们两个 吉里咕嚕 就在谈些什么 欧阳炳君便回到原处坐下 直指彭玉玲道 我见紫障在看书信 所以再和雪晴金金谈那红孩 陈国瑞的事情 曾国藩听说道 此人的神勇 却也不亚抱春庭 不过性子不好 所有礼貌之间 得罪于人的地方不少 彭玉玲接口道 他对孙王 都是老子长 老子短的说个不休 何况他人面前 欧阳炳沟直至此时 方去看了一看信封面上之字 便问曾国藩道 这不是家子写来的信吗 我们几个外甥生女 大概也长成人了 曾国藩促额地答道 孩子多 我又为了国家之事 不能回家教养 道是 令子很费心的 欧阳炳君道 家子人本贤淑 且又声名大义 子杖乃是静心王室 我们家子 不见得会怪这子杖的 曾国藩竟被欧阳炳君如此一说 反而笑了起来道 你们令子来信要钱 他说连岁荒茜 田中颗粒无收 男女孩子渐渐长成 家用浩大 他说 很盼望几则早些取亲 所有家事 他便不问 欧阳炳君笑着道 子杖现在已经做到封江大园 对于府上家用 也应该稍宽一点的了 家子所说 无非也是此意 曾国藩大摇起头地答道 勤俭家风 乃是珠子格言 说的 莫说 现在我也没钱 就是有钱 自奉也不宜太后 彭玉玲插嘴道 一份人家的家用 也要称家之有无而讲 过费果然不好 过省也绝非是 曾国藩笑着接口道 这墨雪芹既是如此说法 何以从前你们的那位永昭师兄 仅不过修造老屋 花费了二十串钱 你就大发议论起来的呢 彭玉玲不敢和他老师辩驳 单是笑而不言 曾贵在旁忽来插口道 再家人的余剑 也赞成彭大人的说话 以后若计家用 大人真的虚得稍微宽裕一些才好 曾国藩对于曾贵这人 本是另眼看待的 当下便笑答道 这末我就看你知面 每月家计家 用您二十两遍了 曾贵连连的答道 大人今儿怎么这般高兴 竟和家人说起笑话来了 曾国藩忽然站了起来 肃然的说道 我因你是我们三代的家人 一看见你 就会想到我那两代的王亲 此刻并非在说笑话 无非存着追远的意思 曾国藩说到此地 方才重又坐下 等得曾贵退了出去 欧阳禀君又接续说道 石打开当时寄到川边 信屋的吐司又有兵力 四川省军每次都持败仗 所以洛志军才有招服石打开之意 后来四川松藩镇总兵周大发 陷阱于洛志军 他说 乌图斯虽与石打开联合 抗拒天兵 无非受了石打开的蛊惑 说是天下乃天下人的天下 不能由满洲人去做 乌图斯的头脑 本来很是简单 一被石打开包围 已经不能自主 在家那个四姑娘 真是能说能话 民间谣言 还有人说 乌图斯中了美人计的 又说直镇崖内 有个姓雷的文案 他和乌图斯的老子 曾经换过帖子的 他说 乌图斯为人 最贪获利 大帅若能拼出两三万银子的珍宝 他愿轻去一走 办得好 能叫乌图斯付了石打开来宪 否则也要叫乌图斯袖手不管 石打开只要一离开了乌图斯 言语不通 道路不熟 军粮即缺 子弹又少 还不是一个问中之鳖 府中之鱼吗 当时洛志军听了周总兵的计策 便命番司算出三万两银子 命人设法采办奇珍异宝 交与周总兵转交雷文案 去乌图斯接洽 不到两月 周总兵接到雷文案的密报 说是乌图斯收到珍宝 已允赴了石打开来宪 不过只能计取 不能立敌 因为石打开手下 却有二三十万长矛 操之过切 反而务事等于 周总兵便去秉之洛志军 洛志军不动声色 安排省军五万 分为二十路遭到川边 以防石打开 窜往他处 那时乌图斯既于省中通了生气 正想设法下手的时候 石打开倒还不慎觉得怎样 那个四姑娘 却是有些激警 早已瞧出情形不对 立请石打开 连夜离开乌图斯的辖境 石打开还想一路路的 前去通知他的队伍 四姑娘气道道 爹爹 此时要保性命 不能再顾队伍 因为已被信污的知道我们识破其间 他就准和省军理应外合的 来向我们开战 我们现在所处的情形 真所谓内无粮草 外无旧兵 再加之人地生疏 民心未得 万万没有胜算可操 石打开听了四姑娘之言 方时醒悟 正你率领他的坐营而走 四姑娘又慌忙止住道 跌跌且慢 女儿还有另外办法 四姑娘说完话 即把他的汉子马炳恩 换到石打开的跟前 要交石打开和马炳恩两个 互换衣服 仿照陈平六出奇迹的办法 石打开至此方知 四姑娘真有见识 真有远虑 他的要嫁马炳恩 乃是先杰以恩 祭姬以义 完全为的是石打开义人 并非为他自己 原来那个马炳恩的相貌 竟和石打开义母一样的 曾国藩一直听到此处 挤接口道 这样说来 洛玉门果中那个四姑娘的移花接木之际了 彭玉玲也插嘴道 洛玉门的镇定态度 或是故意装出来的 欧阳禀君道 以我之见 就算洛志军杀了一个假石打开 去和杀了真的一样 曾国藩问他 此话怎么解法 欧阳禀君道 大不了真的石打开去到峨眉山上修行 难道单身一人 还会死灰复燃不成 在石打开个人说来 可以多活几年 可以保全首领而死 自然不无好处 在大清国说来 就有这么大关系呢 曾国藩点点头道 这话倒也别有见解 石打开国肯死心塌地的维僧以忠 真与国家无关 彭玉玲便请欧阳禀君接着说完 欧阳禀君道 当时石打开见他一女如此待他 不觉洒了几点伤心之泪 方和马炳恩互换衣服 连夜帅了坐营 就向前奔 因为没有目的 一直到了一座名叫大宝浦的谷中 方才闸营 算算地方 虽也离开乌土斯所居之处 约有七八十里了 不过到了一座深山 非但无米可买 无菜可够 而且连水都没一点的 石打开道了 那时 忽悠对着四姑娘垂泪地说道 为父不听前军师相劝之言 负气至此 如今看来 悔无极已 四姑娘忙安慰石打开道 爹爹不必伤感 且请保重身体要紧 不是做女儿的 直到此时 还要埋怨爹爹 爹爹不听前军师之劝 故事大打失招 就是不赞成女儿的阻止 入川之计 未免太绝福气 现在事已至此 快请爹爹趁早单身走出 天下之大 何处不可存身 女儿还有一句最后的忠告 天国自从东北二王 自相残杀以来 已献不祥之兆 前军师的本领 真正的不下诸葛武侯 他的一走 天国无可救药 一颗显见 欧阳禀君说到此处 呼吵曾国藩和彭玉玲二人一笑道 那个四姑娘 他还称赞子杖 雪晴金钦和左级帅三个为清朝三劫呢 曾国藩连连摇头凯探道 时事之意 必有忠信 时不之内 必有芳草 古人之话 却非空论 就以这位四姑娘的才具见识而论 何常亚于我们虚美 倘若命她独当一面 古时候的那位良夫人 未必专美于钱呢 彭玉玲也皱眉地说道 四姑娘倒是我们的一位知己 话虽如此 我们自从军心以来 转眼之间 已经整整十年了 大敌尚未平静 朝中又在多事 不免为赤儿女子所效益 欧阳禀君道 雪晴金钦和子杖两位 我敢说一句 太平天国的四个大字 一定消灭在你们手里的 我这个议论 倒并不是石纳四姑娘的衙会 现在 子杖 雪晴金钦和左级帅三个人的舆论很好 迟早之间 自能收拾这个残局 曾国藩不答这句 单问欧阳禀君道 这末当时的石打开 究竟可肯出王呢 欧阳禀君摇头道 这倒不知 兄弟连那四姑娘的下落 也探不出 方才所讲的事情 大半就是民间的谣言 官家自然不肯承认此事 彭玉玲道 照我的眼光看来 四姑娘既未捉到 石打开顿记额眉的说话 或者飞驾 曾国藩听了 反而不敢急下段语 他们三个又谈了一会 也就各散 第二天 欧阳禀君帕物限期 便辞别了曾国藩 自往北京办理引荐之事去了 曾国藩又和彭玉玲两个 商议了一天的军事计划 方让彭玉玲回到湖口 这年的十二月里 曾国藩连得各处捷报 第一是曾国权进兵安徽如江县 连克尼叉口 神堂河 东关等等要爱 君威所致 势如破竹 并奉到大型皇帝 颁赏一念衣服一箱 第二是 报钞破贼于青阳地方 斩杀首级六千余 第三是 杨在福 塔齐部 张玉良等等 分别积凭江西边境之贼 第四是 左宗堂破贼于大雍岭 曾国藩自从带兵以来 只有这次最是高兴 杜岁之后 二月中旬 又接到左宗堂于初九那天 克服岁安县 说是可以从此打通玉米 往这之路 没有几天 又接到曾国泉于二月十五那天 破贼于安徽的同城闸 三月初上 又接到彭玉林 夺回小孤山之姓 并赴诗一首事 红金遍地受冰灾 青索眉峰久不开 十万军生骑奏凯 彭郎夺得小孤回 四月初上 曾国藩又得各处的捷报 一是刘炳章 徐春荣 逐走河南的伟来王陆顺德 二是左宗堂连货胜仗于江山 常山之间 三是 曾国泉克服金柱关 东梁山 吴湖等县 四是李鸿章令刘明传进兵于江苏南汇县的周浦镇 五是李鸿章的兄弟李赫张帅同阳兵向齐文 华尔等人 大败贼兵于上海徐家会等处 斩首三千人 不料十二月里 忽接曾真干 因伤没于安庆君赐的恶号 曾国藩亦得此信 竟把一年来的高兴之事 统统付诸流水 赶忙漏夜赶到安庆 一见曾真干的棺木 哭得直至晕去 幸亏郭松涛帮同就醒 即在君寺开调 不久奉尚遇 说是曾真干立功甚多 与世敬意 并准于本籍及死事地方建立专辞 曾国藩见了辞职 心里稍具安慰一点 乃于同志二年正月二十八日 由安庆东下实施 极致无虎 忽闻天国丞相孝天义 诸一点二人 各率大军五万 为公常熟 异常危急 急忙资李鸿章 浅派大兵救援 三月底边 李鸿章始将孝天义 诸一点二人擒获 就地正法 又过几天 奉到曾国泉 生署浙江巡抚 左宗棠声补 抿着总督的上誉 回到安庆 集替曾国权草哲奏辞 尚欲不允所请 曾国藩不得已 只好含之曾国权暂时受任 且四大局平定在此 曾国权 因见朝廷恩阳有加 立志报国 乃帅李晨典 萧福寺 郭松林 郭松涛 职工精灵 那时欧阳禀军 业以奉旨发往江苏 以道元后部 也在曾国权的军中 充当梁台制职 四月下旬 曾国权连克南京的羽花台 以及聚宝门外的十雷九座 无奈太平天国的天皇 应见精灵地方 万分危急 非习中王李秀成 世王李世贤 各率大军二十万 有意往来于浙江 江苏之间 用那唯谓旧赵之计 这样一来 曾国权却大大的受了一个打击 几乎将他的前功尽弃 后来多亏彭玉玲 左宗棠 李鸿章等人 感激曾国藩的提拔 大家各将安徽 江西 浙江三省境内的大谷敌军 次第肃清 去了金陵的羽翼 曾国权方 使能够克进全宫 不才做到此地 只好暂将曾国权这边的军事 停续一下 先把左宗棠进兵浙江的事情 从头续完 文事使能连贯 原来左宗棠从前虽凤帮忙曾国藩 大营军务之命 到底不是主体官 迟到咸丰十一年十月 时以太长青督办浙江军务 提振以下统规节制 这样一来便是钦差大臣了 同志元年二月 腹败浙江巡抚之命 不过那时的浙江省 这西方面的嘉兴府 这东方面的京华 延州 畜州 宁波 绍兴 太州 各府县城 先后都为太平天国方面所拒 井井湖徽州 温州二府 以及湖州一府 尚为亲国所有 这末那些地方 怎样失去的呢 因为咸丰已为十月 江苏 安徽两省的乡事 是借浙江贡院举行的 两省富士的秀才 以及阴亚仆丛人等 都从晚南到这 所有人数 约莫计算 总在二万以上 所以 浙江的关卡要矮 虽然 挂着盘查尖轨的那块虎头牌子 可是对于奉旨相识的烤像宫 怎好细细盘结 因此之故 天皇便派几个林立江辩 冒充富考秀才 汇入浙江 侦探宝石 其实 浙江巡抚罗尊殿 历人未久 正值宁防告警 时代的天国军队 窜入粽子殿 蓝天陵等处 副将石玉龙 游姬申明照 守备郑国泰等人 统统阵亡 提督周天寿 赋以黄石兵退 雪片般的攻势 向着罗巡抚请援 罗巡抚瞧出 周天寿部族遇寇 有之郑士奎的义军 驻扎高纯地方 非奏朝廷 请与宁防军 用为鸡脚之事 富汗商两江总督 请以徽防军 兼总宁防 商议尚未就绪 可巧江南军攻克 南京城外的九营州 天皇洪秀全 异常害怕 急召中王李秀成问计 李秀成便同侍王李世贤 率领冯赵炳 迅廷彩 陈炳文 谭孝仙 陈耶书 李尚阳等天将 暗游陆河渡江 集中吴湖 谋攻浙江 以分江南军之力 便能解去精灵之围 于是 趁着官兵各在过年的当口 集率大军 由南陵地方直驱这境 浙江提督 周天授据探报之 仅派两员守备 各率官兵二千 前往御敌 官兵一见敌人多他十倍 并未接战 早自溃散 李秀成的军队 当然如入无人之境一般 连线惊线 太平 宣德 宁国四县 周天授连连的浅兵调将 已经无救 到了二月初三那天 广德州又县 这样一来 浙省的门户尽失 李秀成成胜进兵 直驱东庭湖 初八黎明 又县安吉 十三日又由四安县长兴 那时的浙江省城 已经岌岌可危 还要老天真不作美 一连五天大雪 遍地河洞 水上可以行车 淘汰的百姓 都从城上出奔 因为杭州成员 已必多日了 正是 既愁白雪连天降 附建红金卷地来 不知杭州就是何日失限 且月下文